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峰教授网推出的web代码安全防御系列教程 我是路贤草 今天我们接着来想这个圆码或者是敏感信息的泄漏 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这个webinf所造成的一个信息泄漏 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们标题当中的这个斜杠 它并不表示或者的意思 而是表示一个包含关系 也就是webinf目录下的webxml文件 随着我们这个课程的介绍 大家会对它有一个了解 那齐威亥呢跟之前讲过的一些内容都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读取这个webinf目录中的内容 所造成的这个圆码泄漏 那不仅仅是圆码泄漏 还有一些其他敏感信息的泄漏 具体呢我们稍后通过案例 大家可以发现它会造成哪些东西的泄漏 那我们重点还是要来讲一下 这个漏洞成因及它的一个利用啊 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webinf webinf呢是Java的一个web运用安全目录 那如果你想要在页面中直接访问其中的文件呢 必须通过webxml文件 对要访问的文件进行相应的映射才可以访问 这是描述的webxml这个文件的一个作用 它就包含在我们的webinf目录之中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webinf目录 它的一个大体的结构啊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webxml 它是一个web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其中呢描述了这个servalette 和其他的应用组件配置及命名规则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它是作用一是描述了一些这个配置 第二个它是描述了这个命名规则 那也就是它的功能呢 也就是照应了我们上面那一句话 它说要通过这个webxml文件 对要访问的文件进行相应的映射 这是它的作用和功能 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classes 这个的话顾名思雅 它就是存放一些class文件的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lab库 它是用来呃存放这个web应用 需要的一些这样文件的 然后src呢就是我们的网站原网目录 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上面这个是web应用程序的配置文件 然后最后呢它这个database proptice 这个它是描述了这个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那为什么通过这个目录 我们可以访问到一些敏感的东西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正因为它有这个映射关系 所以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取到一些敏感的文件 它的路径 但按照道理来说呢 我们这个webif 它属于比较敏感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不应当让它在公网当中 被别人访问到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的GSP引擎默认 都是我们禁止去访问这个webif目录的 但是在一定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 比如说我括号当中写的这样一个场合 NJX配合TomGatz做均衡负载 或者是集群的情况的时候 NJX呢 不会去考虑配置其他类型的引擎 导致的安全问题 就它没有去考虑这些安全问题 而引入到自身的安全规范者来 也就是它是因为NJX的 这个配置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那一旦我们能够访问到这个东西的话 相应的也会造成了这个圆满泄漏 所以它的用法也是非常简单 对我们这个程序来说 你可能是要去考虑 但是对于这个不法分子来说 他可能并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 反正就是你这个东西被我访问到了 而他去探测这样一个漏洞 也不需要耗费什么样的精力 他只需要在这个网站目录后面 去加一个尝试的访问一下就可以了 甚至他可以把它 加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目录扫描字典当中去 那这样的话呢 他通过这个扫描 找到这样一个文件 他就可以去访问到了 那具体还是如何扫成新鲜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他就是直接去访问了这个web的XML文件 他就长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XML文件 然后在其中找到了这样一个 另一个XML文件 这个文件呢 它是存放在classes这个录录当中的 然后他去访问这个东西 发现了它是一个数据库的配取文件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像不像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地图的概念 它的作用是起一个映射作用 所以相应的 它也就相当于一个地图的概念 它会给你指引一些敏感的文件 是什么样的路径 然后我们再去访问这些敏感文件 从其中去获取我们想要的信息 那这个 这是它的数据库 配置的一些相应的东西 然后它还找到了一个FCK的编辑器 之后呢 通过相应的台上 它还找到了下载的一个源码 这是一个login.gsp 一个登录页面的源码 对吧 其他的还有一些泄露 我就没有把它截取出来 反正大家知道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危害 和利用方式就可以了 那防范思路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像我刚刚之前提到的场景 它是由于NJX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导致的 它可以被访问到 那么你直接通过 修改这个NJX的配置文件 禁止它去访问 web.inf目录就可以了 那具体的话 你可以这样设置 或者直接让它去返回这个 就是你可以隐藏所有的 然后或者你直接让它 return404 返回一个404页面 也可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web.inf所造成的一个信息泄露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 今天这些课的全部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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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